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大家好。我是Nikker C 欢迎收看我们的狂强房二手洋房系列啦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款非常特别独特的风格 我一来到就觉得有点震撼的感觉 那待会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在介绍之前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理位置 是属于在新山的东部 它也是算是我们东部的交易走廊 叫City of the Lake 自達成班達斯里亞蘭 那這邊的距離去到我們的新山 新山市中心大概是25分鐘左右這樣子 那先要說一下 在新山之前有介紹過很多的洋房 我們第一次來到這個點 這也是在新山很少數 可以買地自己建的一個洋房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一邊的獨棕洋房 這整個設計都不一樣的 那這一個其中一個賣點 它太多賣點了 但是這一個其中一個賣點 你看到背後 它有一個小山坡 所以它的整個地理位置都是比較屬於高型的 那這樣子的一個位置 它風水也是會稍微比較好對不對 OK 來順便說一說一下 待會我們先看一下這個位置 你看原本已經很高了 但是你看到隔壁這塊空地 它的這塊空地也是比更高的高型 那待會要跟介紹這一家的房子 它把整個空地這邊的第一層 跟它挖呀挖呀挖 然後把它放在第二層 簡直等下你要看到 非常的特別 來我們現在就要跟大家隆重的介紹 登登登登 我們三層獨立市場房 那你可以看到這整個設計 有沒有震撼 有震撼對不對 那這一個的這個整個設計呢 它是我個人覺得 是結合了風水加現代化的一個設計 那既跟業主來了解 你可以看到它整個設計是經過金星 而且風水測算 待會等下就跟你知道 特別這個業主特別注重風水了 所以在這邊住 如果你住這裡面 就會風生隨起 OK 來給你看一下 你看整體的設計呢 我們說前面的綠化 就已經很漂亮了對不對 然後你可以看到整個外觀的設計呢 會不會有一種感覺 王帽的感覺 王帝帽子的感覺 所以一進來感覺就是很氣派對不對 而且整個設計呢 這個 據說這個它的霧靈呢 大概是20 2011年完工 所以2011年 當初沒有這麼現代化 你可以看到就有這樣子一個設計 當時的這個花的成本 肯定是很高的了 來你可以看到這個 我們現在進去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個照到它的方向來說 也是我們很多華人很喜歡的 就是做北朝南 它這個方向是做北朝南的 待會再跟你講更多 來我們現在看一下整個的外觀 哇太氣派了 來我們現在進來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到 單單這個它的整個的這個門 閘門 進來的時候 OMG 比我高了不懂是多少個人頭 好高對不對 整個的這個圍牆這樣子 來我們現在進來看一下 你看這個設計 它的這個樹棚栽 很有設計感 來我們先從這個子母門的小門這邊進來 都是採用擺杠 而且是當然一定是自動門了 登登 哇很大對不對 這個就是你的車房進來 你看裡面還有一些 我們先帶你們去我們的這個 獨立 私人的花眼來看一看一下這樣子 另外也是可以看到 那你進來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這邊還有一個小門 這個大門 來到這一邊 你可以直接上到二樓 因為這個它的整體的設計 所有的活動空間都是屬於在二樓 所以你一進來的時候 當然你可以從這一邊進來 或者另外一個選擇 直接上去 就上到我們的客廳的部分了 好 待會我們再從樓上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來我們先看一下 我很喜歡的這個花眼的部分 哇 我跟你講特別你可以看到 今天介紹會有點長 大家記得守到最後 我們跟大家會講的比較細一點 你可以看到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我進來再介紹養房 都很少這樣子設計 這個外牆 它不是用一般普通的外牆 就是用Granite 所以看起來很有一個城堡的 那個設計感覺 有沒有 而且你看整個這一邊 還有做一些像pool deck這樣子 很喜歡它一個部分 你看到進到來的時候 看到嗎 三層樓 而且它的三層樓 比一般的別人的三層樓 還要更高 待會你進到去裡面 你會看到它整個高濤的天花設計 所以你會看到整個很氣派 而且我很喜歡就是來到這一邊 就是它的水池的部分 哇 這個就是第二個要跟你講的 崩水的部分 就剛剛我們說到王帝貌嘛 現在來到這個水池 一般現在有錢人家 家裡一定會有跟水有關係 因為水什麼 水為財嘛 而且這邊又有魚 年年有魚 OK 這個水池的部分 而且你看它採用這個玻璃的設計 哇 真的很有現代感 來我們來先看一下我們這邊的花眼 方便呢 你有注意到嗎 這邊就有帶有一個很特別的 五顆的羅漢松 我來到的時候我在想 這是羅漢松嗎 怎麼跟我之前介紹的羅漢松有點不太一樣 這個這麼搭稿的 這個業主說呢 在新山裡很難找到有這麼大顆的一個羅漢松 既所知 單單這個這樣子的一顆的羅漢松 你們知道多少錢嗎 他說大概是大概四到五萬 所以單單這邊五顆的話就等於大概是兩百千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價值的羅漢松 很夠力對不對 OK 而且很特別 來我們在旁邊呢 這一邊其實如果說家裡有搞派對的話呢 這邊有其實 待會我們會給你上去看 那你可以 朋友來的話 你可以通過這邊直接上去這樣子了 這樣就是我們二樓的這個 待會再給你知道 OK 我們現在再倒回去跟大家講一下 然後這邊基本上都是屬於永久地區啦 然後它的 整個的土地面積哈 這個非常的大 很少介紹到這麼大就是在新山東部來說的話 它是屬於一萬五千六百九十是平方車 很大對不對 OK 而且單單它的霧身呢 你可以看到這麼長 來 我們現在先來這邊看一下 哈囉 OK 來 這邊是你的車房的部分 你進來感覺是不是很寬敞對不對 所以你放這邊一二三四五 應該都沒有問題 而且這邊呢 基本上做一個 I think 這一個deck 是可以給你做瑜伽啦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 你看整個鏡子可以拿來做 exercise 都OK的 OK 所以來 我們現在進來底樓的部分 走底樓的話 那這邊呢 因為可以拿來招待一些客人啦 那客人來的時候 這邊就是我們的一個玄關 那玄關底樓的部分呢 來說一說一下 我們 我們給你看一下這個重點 底樓的話 基本上是有兩間 OK 兩間的算是一個 你可以當著臥室 但是他已經跟他改裝成了 我們先看一下這一間 登登登登 KTV room啦 真的 又可以在這邊看電影 如果你關起來 當然是你會感覺更好 因為我怕大家可能看不見 所以我們打開窗戶 如果你想像關起來 我們試一下 關起來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整個 整個的設計感 哈 來 這個空間也是精心設計的 我看看關得到嗎 來 咚咚咚咚咚咚咚 看到嗎 來我們把天花板看一下 這個也是特別設計的這個星空 有射手跟天蟹 哈 應該是天蟹啦 如果沒有弄錯的話 OK 所以整個氣氛非常好 而且呢 這一邊你可以看到 來我們敲敲一下 看到嗎 這個都是隔音效果都很好的了 都是花了很多錢 那當然你看KTV唱歌 緊急尿尿的話 這邊還有廁所啦 廁所我們就不跟大家介紹了 那這一邊呢 其實有另外一個study area呢 也是大概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樣子啦 好 這邊基本上就是這兩個地方的空間 來 來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樓上 所有這邊樓下 高4一樓跟二樓 都是採用大鯉石地磚 Marble4ring 來 而且你可以看他的Marble4ring 都是比較特別一點 這個業主跟他聊天聊到 一般通常Marble4ring 之前我們介紹就是800x800嘛 或者是可能是1m 1m這樣子 但是這個呢 特別customize的哈 880的那個meter 880mm sorry 880mm的這個尺寸 因為這個風水是 8888 OK 畫畫的意思啦 OK 那這個空間你可以拿來做一個小廳 拿來招待客人朋友 那這一款呢 因為三層樓嘛 所以有特別設計的這個電梯啦 而且這個電梯也是 跟平時我們以前介紹的 有點不一樣 這邊你可以拿來做成你的酒吧 櫃台啊 放些紅酒 招待客人這樣子 基本上這一層呢 主要可能待會 這邊也是另外一個重點 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這一個 啊 這個是我們第三個要跟大家講的 風水的一個特別設計 登登 來 你可以看到嗎 這一個呢 因為它很高齁 但是這一邊呢 在風水角度來說 這一個特別看過師傅的哈 而且這師傅很有名的哈 然後他特別做了這個叫山水池 據說好像有另外一個名稱叫什麼 九應池哈 你們上網去查一下什麼意思哈 而且它的高度齁 據說這個高度呢 也做的特別高 我再看一下哈 這個高度好像有做大概是 大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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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多車啊 二十幾車我忘記了 二十八車 對它叫九應池 整個二十八車 包括下面了 OK 所以它的高度都很很高 這一個 而且據說這九應池呢 在風水來說明年就開始了 我也不是很會啦 也只是這樣講 而且這麼高 明年好運來啦 這樣子的一個意思了 OK 好那我們現在這邊是賽儀的空間 那我們現在上去樓上看一下 來 所以我們來到樓上這一邊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整個很高哈 整個看到嗎 三層樓這樣子哈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個的這個扶手設計 都是採用擺槓啊 然後樓上的話 這一邊樓梯也是採用上這個木的地板 所以看起來就很有目擊 現代化的感覺 來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樓上的部分了 來 OK 所以 等一下 OK 來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前面 我們從前面開始介紹 Hello OK 這個就是剛剛 下面了 已經太好了 已經太好了 OK 來 好 來 來 登登 sorry 來 哇 看到嗎 這個是不是有沒有那種豪宅氣派走出來的那個 感覺 有沒有那個感覺 有 這個來我們現在往前走一下 你可以看到這一邊就是剛才我們在樓下的一個小門 這邊一走過來的時候感覺我們就是在王帝帽的下面站在這邊 一呼天下 一統天下 不是吧 OK 所以那個感覺很氣派 而且這個角度看過去的角度是一流 你可以看到這邊如果遠遠看的話 應該三樓啦 可能可以看到新加坡太誇張了 不相信的話你下次來看 OK 好我們現在介紹的這一邊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個這個是我講風水 然後另外這邊也是要強調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道門 OK 這道門 據說 據說 單單這一道門 這個材料 因為它是沒有切斷的 OK 這個材料是沙巴那邊運過來 單單這一道門你們猜一猜多少錢 據說這道門而已 就一百千了 對不起它就是一點Honda Civic的價錢 太厲害了 一百千是料 還沒有包括手工 而且很少有師傅 可以做到整個沒有切斷的 這樣子的一個很大很豪 很豪華氣派的一個這樣子的門 OK 所以它的這個用的質料很好 然後而且 你有注意到它的這個開關方面 跟你加的不太一樣 它是用這種有點精筒精筒這樣子 那我們來到這一邊的話 這邊也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可以拿來 因為現在流行 流行Home Office 所以這邊呢 就是拿來設計成一個 Home Office的空間 所以如果你客人來的話呢 也不會進到去你的 私人的空間 所以你來這邊 可以見下你的客人啊 你的客戶啊 在這邊開會啊 都OK的 而且就算是這樣子 他一點也不馬虎 還做到整個玻璃式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嗎 高天化的那個設計 用採用大理石的地磚 所以就算招待客人 一點也不小氣啦 來 我們現在進來看一下 裡面的部分 OK 來 So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客廳 這邊進來的時候 OK 這樣拜拜的朋友的話 都可以在這邊掛一個地圖啦 那這邊就是我們整個的大庫地 很大度咧 OK 來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擺放 你一個超大的說法 超大的電視 然後坐著這邊 看著你的電影 跟家裡人一起相聚這樣子啦 來 我們現在另外一個特點呢 也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來這一個部分 OK 這個也是我很喜歡的一個點 就是你一打開這一邊門 就算你在二樓的客廳 你依然還有自己的私人花園空地咧 哇 而且這一邊呢 基本上你在這邊就可以看到 我們剛才下面的這個 九英池三水池啦 整個設計 感覺很棒 這邊有你的花園空地 而且是種茄草 這樣基本上 維持也比較容易一點這樣子啦 OK 好 那我們現在來繼續看回裡面的部分了 來 OK 這邊也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據所知 這個白木 也是特別 又採用美國的白木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 因為它quality也比較好一點 然後加上 等一下 你可以看到它這邊 鏡頭放近一點 這一些的所有紋路 包括這個鏡子這一邊 都是用很細心的一個 手工來去製作的 所以這整道牆 我想一下 總之就是很厲害就對了啦 OK 然後另外第四個要講的風水的東西 是看過風水 這邊整個你看到特別很多窗戶對不對 總共有一共有168個窗戶 就是叫168 壓樓發 這樣子的意思 所以算過的咧 剛才說到marble880嘛 OK 來我們現在來到看到這邊是我們的廚房的部分 等一下我們再過去啦 所以這個廚房呢 你可以看到 哇 好喜歡的 Island Ballet OK 哇 超棒的 然後這邊坐下椅子 坐下一些每一面 哎呀不是啦 甜點啦 可以在這邊採用 然後這個是什麼 我剛才也是沒有開到 123 哇 哇 如果平時比較雜爛齁齁 所以你把它設計成灌起來的時候 感覺就可能比較好看很多齁 是嗎 對就是這樣子的 所以感覺看起來 哎呀大概是這樣子啦 OKOK 來冰箱這邊 所以整個設計感很有現代化對不對 這邊是屬於你乾廚房的部分 你的用餐 對對對 你有發現嗎 剛剛有說到它的高天化設計 這邊的高天 LINK Design大概是4.55米 一般我們通常 很多的住宅都是在3.5米 3.5米也是算不錯的很高 這邊是4.55米喔 所以你一進來的時候超高的 超高天化的 乾廚房的部分 我們現在來到這邊是屬於四廚房的部分 哇 四廚房也是這麼高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整個設計 算是OK啦 就是一般女生媽媽喜歡的啦 而且空間也不會很小 這邊可以給你拿來 這邊後面拿 算是一個雜物錢這樣子啦 OK 而且還用玻璃的設計這樣子啦 OK 哇 這個壁廚也是不錯的 是不是壁廚來的嗎 我看一下 唉唷 是壁廚耶 哇 哇 這些是貴貨來的咧 它把剛才那個東西藏起來 所以就這樣感覺 咦 我覺得奇怪 它的整個這個這個這個廚房部分 都比較整齊齁 因為它已經把它收收收收納起來了 OK 要用打開就好了 來 我們現在看一下另外這邊的重點就是 買洋房嘛 洋房一定要有什麼 一定要有睡眠鋪 來給大家看一下我們這邊的Garden 所以它這邊二樓就是我們的泳池的部分啦 還有我們的私人花園的部分啦 當然這個是因為MCO關係啦 所以有些你會看到可能沒有需要花一些錢去 它下去去維修這樣子啦 但是這個泳池呢 你可以看到 來我們進去往這邊看一下 可以整個很長喔 從你放點一出來這邊這個長度 那大概是有1.2米啦 而且這一個呢 它跟其他一般泳池 它是已經這一個MOTOR在這邊 它據說是會有Auto Green的啦 所以你就自動清洗的啦 會比較簡單 當然這個MOTOR就很貴了 據說好像也是外國進口的啦 OK 所以這邊就是你的花園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早上起來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日出 欸有日出嘛 OK 這邊是西邊啦 日出是在另外一邊啦 因為做北朝南嘛 所以這個部分是屬於你的西邊 這邊是你的東邊 這邊就是南邊齁 所以我們看著這邊就是我們大門前 OK 所以你看這個感覺就是很有Hotel Step Hotel的Style對不對 剛才我們從旁邊又有另外一個門 就這邊上來了 OK 好 那我們介紹完這個地方呢 我們再進去倒回去給大家看一下裡面的部分 單單據說從這一邊到這一邊 有30扯這麼寬敞 好 剛剛忘了跟大家講 你看到整體空間這麼大 它的建築面積到底多少 一般我們買房就要看它的建築空間 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大 這一款的建築面積以前我們聽 牌樓千多兩千 OK SemiD可能三千多四千對不對 這一款的建築面積 因為我們之前介紹過的很多的洋房的建築面積 大概都是在五千多六千 最大應該有八千 但是這一款的建築面積 有13,332平方車 超大的 OK 我們現在只是在介紹第二層 OK 來這一邊的話 是屬於長輩房在這邊 然後這邊是客人來的Powder Room這樣子 所以一進來 就是剛才我們介紹的整個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上去樓上看一下我們第三樓 很喘 很喘 來 可以喝兩杯一下嗎 想笑啦 OK 來我們現在再上樓看一下 我看一下還有少講什麼東西 來 對 剛才說到窗口很多嗎 窗戶 所以這些單單窗戶的部分 據說 一整間的窗戶就花了 不會很貴啦 窗口就要880千了 Oh my God 台樓的價錢 OK 來我們現在上樓上看一下 OK 所以這個是我們三樓的部分 所以一進來 三樓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整個的地板 都是採用這個Solid Wood的 Solid Wood也是很貴的 來 所以你樓上電梯走過來這邊 去到三樓 你可以看到這一款呢 它的天花啊 Solid High啊 更高 這個的Solid High 大概是據說有到高達18層這麼高 超高的咧 18層 OK 接近差不多兩層樓的了 OK 來我們先去介紹客房先 從這邊也可以看到去對面 下面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客房 這一層樓呢 就有四間房間 基本上所有的臥室都是在這一邊 所以這邊是一間客房 那這邊有另外兩間的客房 這邊是 你可以在這邊 喝水就更下去樓下了 所以這邊是一些小小的 火動空間 OK 來我們介紹其中一間客房 給大家看一下 OK 來 這一個算是一個 呃 哥哥的房間 啊 你可以在這邊打遊戲嗎 啊 OK 來 這個基本上四次方法啦 採觀都不錯啦 但是重點就是要介紹我的廁所 這邊廁所呢 也有 這個是 OK 來 講一下這個 看一下這個鏡頭 哇 哇 好像接近十八扯這麼高的高度 而且你看到上面 為什麼這麼高 上面那個窗戶呢 就是特別為了讓它的採光 玻璃進來 所以會比較明亮 所以才會有 特別是設計到這樣高 這樣子啦 OK 所以很少看到這麼高的廁所 好 來 來 我們再去看一下 我們重點的主人房 OK OK 來 大概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的重點的主人房 來 登登登登 爹 哇 哇 好高 基本上這一邊 一般公立呢 是只有一千房子 但是這個主卧室也就一千八百平方尺 超大的對不對 而且你可以看到整個有還有房間主卧室 還有一個小廳才到你的房間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了這邊是你的廁所 它的廁所也是超大的 OMG 你可以看到嗎 然後這一邊也是要講的就是 它這個 有採用這個 是Duravit的外國牌子 據說單單這個洗臉盆呢 一個就要大概馬幣五千塊了 所以兩個就一萬塊了 OMG OK 來我們現在看一下這一邊是屬於廁所的部分 當然因為這個他可能沒有用預告的習慣 他就做一個這個兩個的廁所 兩個的廁所 最重要就是重點 來就是我身後的這個 登登 哇塞 這個就是更衣間 超美的對不對 據說 拔的是這六根門 其他都是媽媽的 OK 好 這邊是化妝台了 OK 所以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了 所以還沒有播放我們的Facebook或者YouTube的話 趕快去按照一下 那如果想要跟我們安排預約 看這個房子的話 可以按下以下的WhatsApp連結咯 或者加我們的微信 那我們今天到此再見咯 下次再跟你分享更多的好看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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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